大家好 又到了分享生活中有趣小玩意的時候 今天不只要開箱 要做兩件事 首先先幫一位老朋友辦個很隆重的退休儀式 接下來我再來開這個箱子 各位手機用最久的時間用多久 有超過五年嗎 我贈送介紹這位老朋友 他在我身邊服役了七年 他是在2016年的3月上市 那我同樣也是買手購 這支手機是Samsung Galaxy S7 Edge 七歲 這支手機我一直以來都是裸機使用 各位仔細看一下一支手機用了七年是什麼樣子 跟各位介紹 看一下它的四邊 冷靜的看一下 仔細看一下 絲毫無傷無損 有沒有看到 然後呢你看一下這個鏡面 亮晶晶的 我還想這支手機啊 如果說要二手賣掉的話 應該講九層新 不過分吧 那我們這背面的話 你看到好像有一點點 這個什麼裂痕 其實不是裂痕 它外面呢 因為有貼一層膜 那這層膜的話 是我手機買來的時候啊 在中華電信的門市裡面貼的 它同樣也服役了七年啊 有沒有看到這背板 絲毫無損 九層新的手機 用了七年七歲 那你想說啊 欸 你一定都沒有帶出門去用啊 喔 不是啊 它陪著我身經百戰啊 知道我的生活的朋友的話 都知道我身邊的東西啊 都不輕鬆啦 都要上山下海的 對 不容易啊 是 那這七年的時間過得好快 那在他身上有很多美好的時光啊 對 那他也是陪我度過了一段啊 對 這很精彩的日子 好 對 那他的效能當然 一直在減退啦 不過 我跟他的回憶啊 確實一直在增加 好 那我們 他辦了退休之後的話 誰來接手他的位置啊 我們就是要今天開這個箱子啦 那 那今天啊 是2023年的2月21號 我相信今天會有很多人啊 跟我做同樣的事情 就是做這支手機的開箱 那這支手機的話 今天呢 是 它其實不是首購啦 它2月8號就可以開始預購 但是啊 呃 今天才能夠 送到每一個預購的人的手上 好 那我們從這一個盒子上面啊 看到啊 他其實在 欸 2月18號的時候啊 就已經裝箱了 而且已經都添了這個運送單 但是啊 他要到昨天晚上 才能夠發貨 好 送到這個預購的人的手上 不可以提早送 不可以偷跑 好 那這支呢 就是現在我們大家最矚目的手機 Samsung Galaxy S23 Ultra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唉 真的是啊 我說啊 一個 一個人的人生有幾個七年啊 對 那當然啊 你可能會覺得說 我們一支手機用七年也太誇張了 其實不會啦 其實七年過得很快 而且再來是說 我們生活裡面啊 這個物欲啊 是無窮盡的 所以說其實 像有些人啊 像我們現在這個手機啊 一支都動輒 四五萬塊 像現在這一支 我今天開箱的這一支 是 S23 Ultra 那這個售價 大家都很清楚 都已經占到四萬多塊錢 對 那這是一個很可怕的數字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啊 你這麼貴的手機的話 兩三年就要換掉 甚至有人每年 每代他都換 我真的很佩服他耶 他的這個材力蠻雄厚的 好 那我就這樣子把蓋子 把這個箱子蓋打開了 那打開之後的話 我們看一下裡面有什麼 當然是有一個反充的 這個可生物分解的氣墊包裝 好 然後 哇 蠻沉的 蠻沉的 真的很沉 有分量 有分量 那這個箱子呢 我就放到旁邊去 他旁邊都是貼了 Sansom Sharp 我在商星三層 三星商城買的 那這支手機的話 比較特別 怎麼說特別啊 因為是用關係企業的方式去買的 所以說折扣 有點 多 好 蠻好的 那所以說 關係企業的折扣的話 大家可以在網路上自己去搜尋 那 是不是能夠拍影片講 我就不清楚了 好 那所以說 我們這樣的情況下 買到手機啊 他就會有 禁止轉售的這個標籤 好 那我們看一下他的這個外 外盒 外盒他寫些什麼 那我們今天呢 要看一下這一支 他是 S23 Ultra的 512G的版本 來我看一下他是不是真的512G 那如果說送錯貨的話 我們就可以這樣子原包裝退還 欸 似乎看起來沒有寫 他是不是512G 好 這是手機啊 現在為什麼手機要賣這麼貴 實在是搞不太懂 對 他這支手機定價好像是要45000 45000吧 還是44900 差100塊5 45000 對 相當高昂的價錢 那當然 我們這樣子的 這一個 特殊優惠的價格去買到的話 大概只有3萬 多一點點 那所以說價格相當划算 我們等於是說 從預購的階段的話 就已經買到他大概一年之後的跳水價了 所以說 當然 我也是因為這樣子 才忍痛把它換了手機 要不然的話 其實這支S7 Edge 我估計 他應該 應該還是可以服役一段時間 那人是這樣子啦 你只要忍了下去 就省了下來 這支手機的話 他在我身邊 當然也有維修過 他維修了什麼呢 在保固期內 更換過一次的螢幕 就是這個螢幕 那不要錢 保固期內更換了一個電池 保固期之後的話 更換兩次電池 就這樣子撐過了七年 包裝都無損喔 而且最神奇的是這個S7 Edge 它在維修之後的話 它防水膠 只要把它補上去 它防水效果還是一樣好耶 真的是太神奇了 好 那我們就來開一下這個主角 它上面寫了這個字樣 限制轉售 真的是太 滿顯眼的啦 我就把這樣子把它打開了 好 那我們就來開箱吧 說實在的話 它如果說這個價格去轉售 確實有利差 有利可圖 各位看我開箱的話 你都覺得我們應該是一個很龜毛的人 對不對 沒錯 你講對了 我就真的是一個很龜毛的人 你看我們的手機用了七年 而且上山下海 裸機使用居然絲毫無損 你就可以知道我們平常 愛物習物到什麼程度 讓人匪夷所思不可思議 好 那我們就這樣子 把這個膠膜把它打開 其實我們真的是 可能已經到強迫症的程度了 我連開這個膠膜都不想要用絲的 雖然我知道 我等一下就要把它丟掉了 但是就是很不喜歡這樣子很 很粗暴的去做一件事情 對 好 來 那我們看一下它這個包裝 對 它這個包裝的話 其實很簡單的設計 就是把手機印在盒子上而已 那我們從這個盒子上面 就可以知道我買了什麼顏色 就是最 JPR 最搶手的墨竹綠 墨竹綠 那它的這個綠色的話相當有質感 那也是在預購的階段 第一個被搶光的顏色 那我們可以從它這個包裝上面的話 有看到 Do not accept if the seal is broken 就說它這一個 Caution seal的 package 它有說明了 這個是完全沒有開封過的 它希望說我們要小心 不要去 不要接受 如果說這一個已經有被拆過的話 看起來是沒有被拆過了 好吧 那我們就把它開了 好 繼續開 現在的手機的話都越做越 其實效能都非常好啦 那S7 S23 Ultra的話 其實大家在網路上應該要 看到效能的影片已經看很多了 尤其是跟我一樣有預購的人 大家在等著手機到貨的時候的話 你的YouTube上面很自然 它就幫你推了一大堆的那個 S23的影片 你知道為什麼一直推嗎 很簡單啊 那個我們Google都會有演算法 所以說你買了S23 Ultra的話 那個 Google它就很自然的 會把YouTube上面的影片 推給你 這是太厲害了 那再來是說 我們既然還買了手機 一定還會買週邊對不對 所以說你買週邊的時候 你也會在Google上面做搜尋 這時候的話 Google就在演算法 就已經完全知道 你的需求是什麼了 對 那這幾天的話 看了那麼多的 這個性能影片的話 大家應該對這支手機的性能相當了解 包含了那個 照相 還是它的跑分 那些的話應該已經相當的了解了 那當然這些測試的話 都不是我的頻道的強項 從來都不做那種事情的 我只是想要分享一下我們開箱的喜悅 可以這樣子而已 對 那 它這個 這個 這個箱子的話 我說實在 它這個膠貼的還蠻緊的 還蠻緊的 對 貼蠻緊的 來 我們看一下 那我現在用的這個開箱的刀子的話 它 就是 之前 也有錄過影片的 叫做 Latherman Charge TTI 來 它的 那個 工具組 好 好 好 我們打開了 我們打開了 來 嗨 嗨 嗨 打開 那我們看到裡面有什麼 這邊有一張貼紙 該不會又叫我說不能轉送吧 不是 它就是一些 一個條碼貼紙 那這至於 這是要怎麼用呢 我也不清楚 它可能是怕我忘了 IMEI的號碼吧 有A B C 好 三張 好 那我們看到它這個盒子 它的內容物 它的這一側的話 就是一個 嗯 相機模組 這個挖空的 挖空的部分 那打開以後 這個是一個 我們看一下 這裡面有什麼 這邊看起來好像什麼 它這盒子真的是相當簡單 打開之後的話 就是一個 退卡針 退卡針之後的話 有一個說明書 那這說明書的話 裡面寫什麼呢 就是一些很簡單的 像 服務指南 還有快速入門指南 它在教大家 怎麼樣的把 SIM卡卡槽打開 那卡槽的話 它是雙面式的卡槽 然後它不能插 記憶卡 把它記憶容量是內建的 然後行動服務指南 然後有一個 傳輸線 我在想這些 大家都已經手上都有了 我估計應該是不會去用它 那同樣的 我這個S7 Edge的話 用了7年 用了7年 那S7用了7年 那S23我會不會用23年 當然不可能 那我同樣的 它的一些盒裝的配件 我一樣也是沒有拆 所以說 或許真的是一個強迫症的患者 也說不一定 好 來我們看一下 這一邊 這邊有什麼 這邊的話就是手機本體了 我剛還以為是買到黑色 其實不是啦 我知道它是墨竹率 來 看到了 將將 哇 這墨竹率的話 比我想像中的好看 嗯 這個選擇真正確 因為它 你如果說 在光線的折射下來 從墨綠一直到很亮 很亮很亮的 綠色到銀色 這樣子 我覺得還不錯 這顏色很好 然後它這邊的話 還有一個 就是說 生活中總有意外發生 那它有Samsung Care Plus 它有全方面保障 這感覺上的話 應該就是 手機保險 好 那我是不是要 保險呢 我等一下再試考看看 嗯 maybe 或許會吧 來我們看一下 這支手機 其實 這支 我說實在話的 蠻沉的 重量感有 有重量感 相當的有重量感 那 那 跟這支 他的老大哥 S7 Edge 比起來的話 重量感真的是有 好 然後呢 我這時候要做一個 很重大的事情 就是要把這個面膜 面膜撕開 我上一次撕這種膜 是七年前 你看有多可怕 那它這邊有提到 生產的國別 是在越南生產的 它這樣子的一個手機的話 一直都不會去寫它 有幾G 蠻特別的 2023年製造 有啦 這邊 這邊有寫 512G 這樣看得到嗎 512G 好 那這個 我們最近呢 我也看了很多的開箱 好像在這個時候都要說一句話 就是 我與S23 Ultra的生活正式開始 是這樣子嗎 哈哈哈哈 好 好啦 那這樣子的話就已經 開箱完成了 那我們看要怎麼開機 我介紹一下它的外觀 它這邊的話 就是卡槽 那卡槽是 我發現一件事情 對不到膠 因為它後面呢 是我的電視機 對 那 那這邊的話 是一個USB-C Type-C的插孔 那這邊應該是耳機 那這邊有一支筆 就是S-Pen S-Pen的話 是按下去之後的話 它會彈開 是這樣 我怎麼拿出來呢 我怎麼拿出來呢 可以拿出來 S-Pen 哈哈 其實 我第一次用到了 有筆的手機 當然 那不奇怪 因為我上一次換手機 是在 七年前 等於是我這七年來 所有的手機的眼鏡 我全部都錯過了 你看有沒有很生氣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繼續把這個手機 那個S-Pen 收起來 那仔細看一下它的邊緣 然後有沒有損傷 看起來應該是沒有 對 那這一次的 這個S23 Ultra的話 我覺得它不太會沾指紋 不太會沾指紋的感覺 但是 我覺得這邊是不是 光影不太一樣 這個位置 對 那我看這一側 這一側又不會 好 沒關係 喔 蠻沉的 這個重量感真的是有 這個重量感真的是有 然後 我發現一件事情 它的邊框啊 都沒有貼任何的膜 邊框沒有貼膜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它這個好像有 有一點點刮痕耶 對 有點刮痕 而且它整個手的拿的感覺 金屬感蠻重的 很有金屬的感覺 對 那我們就把它開機了 這個地方應該是開機 來 來 欸 好 有 Samsung的資料跑出來了 Gala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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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ured by Nux 然後 好 那 這 Samsung的手機 它一直以來跟 Google的結合 都相當的好 那 它也很自動的 把它變成是 中文的 中文繁體 那我們就把它開始 請插入 SAM卡 對 那 我們這邊的話 看起來應該都是要同意 它才會願意 整段資料傳送 這不要 全部同意 這裡都不要 我只要上面兩個 同意 如果要從其他平板 附近 喔 還可以複製過來 好吧 那我們就來吧 那我有一個Galaxy 然後從另外一個張簿上 選擇側信開始掃到器 喔 好 來吧 那我們就來轉移 看起來是OK的 不過 因為我為了要拍影片的話 我們現在是在 呃 飛航模式中 我把飛航模式的關掉 好 連線中 好 然後 驗證身份 看起來它已經有抓到 那個 好 然後選擇Wi-Fi 選擇Wi-Fi 好 其實 密碼不正確 其實 我有點忘記 我們家裡面的Wi-Fi 密碼是什麼 好 沒有關係 那就先 先不用 好 還是說我從這邊 然後去分享 網路過來就可以了 好 然後 應該怎麼樣 來 我們回到上頁 來 看到了 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螢幕的話 它確實比 7H好多了啦 不過 比較可惜的是 你看它這個前鏡頭的話 還是一顆圓圓的在這裡 這有看到一個圓圓的前鏡頭 沒有辦法連結到網路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好 看起來的話 這個 我們要從其他地方搬東西過來的話 它可能不讓我 不讓我做這件事情 好 那複製 我就是 等一下 它還要這個Smart Switch 感覺上的話 這應該是 哇 看起來好像需要 花一點時間了 才能夠把它處理到好 看起來是不是有點複雜 好 那今天的話 我們的這個開箱 就先到這邊 好 那其他部分的話 我再來 好好的 來這個了解一下 看起來好像需要一點時間 對 然後 介紹一下我的新手機 跟我的 老夥伴 7H And Galaxy S 23 Ultra 好 開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操作 我們來 操作 我們來 操作 我們來 操作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